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猪猪我应该怎么介绍你,向听众我应该怎么向大家介绍你呢? 哈喽狗熊,你好,然后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我知道狗熊虽然是一个在昆明做节目的,但是它的用户跟听众其实是辐射到了很远的地方。 那我其实是狗熊的老乡,我也是昆明人,然后现在一直生活在北京,也在北京做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 然后在巴沙艺术杂志,巴沙艺术呢,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是中国的第一本专注于艺术跟时尚的一本杂志。 它其实是在时尚巴沙品牌之下,那么由中国创立的第一个Bazaar Arts的品牌,我们也很骄傲,因为这本杂志从中国作为第一个版权输出到了全球的八个国家。 所以对,我现在在这个杂志也工作了六年了,然后对,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跟杂志,跟生活方式,跟昆明有关系,对吧? 对,待会我再八卦一下,这个猪猪是怎么来到这个巴沙艺术这个杂志,然后现在应该是副主编是吧,是做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那个我们待会来八卦啊,因为有,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消息,就问了一些问题啊,待会我们来聊一下。 但今天其实咱们因为这个连线呢,其实是来源于最新的一期巴沙艺术杂志,也就是今年第五期五月刊。 那在这个五月刊上呢,专门做了一期,就是篇幅很长的策划,叫做《一万零一种活法》,是叫这个名字啊。 对,在这里找到《一万零一种活法》。 对,在这里找到《一万零一种活法》。 那他的这个文章里的这里呢,就是,其实就是云南,就是昆明。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个缘分啊,就是,因为大口雄被朱朱在这期杂志里面推荐了一下,作为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一个活在昆明的,就是有点自己的小生活方式的人。 你被推荐了一下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在这个纸质杂志里面有限的篇幅呢,有一些故事,还有有一些想说的话,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声音的节目呢,来聊一聊。 朱朱,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本杂志在,在这么宝贵的篇幅中,花了,呃,那么多的一个版面,来专门做了一期关于云南策划。 就最初你们是怎么,怎么考虑的呢? 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是昆明人,所以我于公于私,都对这个专题有一些偏心吧,呃,先说,呃,就是,大的方向吧,呃,其实我们每个人谈到城市的时候,都会有一连串的,呃,联想跟关键词, 比如说,呃,财富,风格,呃,政治力量,建筑,社会阶层,生活质量,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恰恰,我在这个专辑里想说的不是这些,嗯,呃,很简单,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小城市的雄心,嗯,嗯,这个,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城市的雄心, 你觉得这个是,是通过人来体现,还是通过具体的一些事物,或者说,呃,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是通过一些,比如硬件呀,它的建设呀,它的远景啊,那些比较大的命题,但咱们这个杂志好像是,嗯,就是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以一个鲜活的人,来,来讲,讲故事,这个也是你们之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吧? 嗯,是的,嗯,其实,嗯,其实,嗯,我们从做杂志,创刊到现在,我们一直有一个,呃,创刊的理念吧,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要去评论别人,只去讲别人的故事,嗯,对于艺术家,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呃,或者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都是这样的,呃,因为城市里面最鲜活的,个体还是人, 所以我们其实,呃,整个专题,用很多,呃,人,来组成我们这样的篇幅,对,是这样的,嗯,因为我看到的就是,呃,我现在像,呃,没有看过这本杂志的读者,啊,这个听有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这一期策划呢,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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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关于,比如说两代人的一些故事, 就昆明的一些,呃,很有名的,呃,云南很有名的一些艺术家,像这个张小刚,毛旭辉,呃,叶永清,呃,还有这个聂荣庆,然后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这个儿女们的,呃,两代人之间的一些,呃,一些观点的,呃,差异化的一些,呃,一些故事, 然后还有一些在昆明居住的,就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呃,从外面来的也有,然后呢,还有,呃,就是本本土的,就是在云南,在昆明土生土长的一些,呃,目前可能并不为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呢,也,呃,也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一些人的故事,有开书店的老板,啊,然后呢,有这个,呃,已经非常有名的,像 罗旭,嗯,这个建筑师,艺术家,然后呢,像这个,呃,当然还有,还有一些文艺老炮,啊,这个,李都,呃,然后呢,包括这个,呃,和我一起,呃,参加这个,呃,一个群像的,一个拍摄的,另外四位,呃,就比较年轻的,呃,就说这,这一次采访,因为你是来到了整个昆明的这,这一次,呃,全程, 呃,跟着一起走,然后呢,呃,就是也参与了一些执行工作,有没有一些故事,然后你的感受,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呃,没有在杂志上呈现出来的东西,嗯,呃,对,有很多故事,呃,我先来讲讲,为什么要,要以小城市的雄心来立意做这个专辑,啊,呃, 呃,其实,呃,我们知道,呃,十四世纪的佛伦萨,呃,上世纪,呃,二十年代的纽约,呃,三十年代的伦敦,呃,呃,七十年代的洛杉矶,其实当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城市,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呃, 呃,佛伦萨的艺术,呃,然后,呃,纽约的经济,呃,工业,呃,等等,包括洛杉矶的互联网,呃,呃,这些的发展,让一个城市,呃,呃,变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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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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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但是到了今天好像昆明就有点落寞了 那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回到这样的城市 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 那这些年轻人可能对城市的改造 对城市的期许是未来城市蓝图上最生动的痕迹吧 那我其实也想给那些没有生活在北上广的年轻人看这个专辑 是想告诉他们说尽管他们没有因为一些比如说物质条件呀 或者是一些家庭关系呀或者是自身的原因没有来到大城市 但他们依然可以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去实现小城市的大梦想吧 这个利益就特别好 小城市的一个大梦想 因为刚刚你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想起了那个你昨天说这个日照时间长 我想起了洛杉矶啊 想起了就是好莱坞的发源地 其实当年也是因为日照的一个原因 然后他以前也是小村慢慢在发展 然后就是刚刚说到一点我特别有触动的 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关注的中心和主题呢 在北上广 在一线城市 那好像是工作机会或者是就是被曝光的这种聚光灯呢 都照耀在那个地方 然后其实咱们大部分的人 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年轻人呢 是生活在北上广以外的这些城市 那自己的自己的生活状态 其实可能不会像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那么随时被聚焦 随时被曝光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不一样的 或者说也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 因为每座城市一定是由人组成的 你这个人的气质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气质 你所以这个专题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对对非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 有一个鼓励的作用 就大家可以看到 在昆明还有一些那么有趣的年轻人 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已经走出去的艺术家 但是有现在的和我们同龄的这些人 他们也在坚持做自己的事 或者是有一些很独特的生活方式 对我觉得昆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吧 然后让很多人去了解说 我很好生活的时候 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那也是我觉得从历史上也说了一个问题 当辉煌过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和黯淡相处吧 对 咱们能不能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这次你聊了那么多这个艺术家 还有还有这个年轻的年长的 都都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这让你印象深刻的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人和他们的故事 有我想说两个 我没有写在杂志里面 但是我接触的两个比较有趣的人吧 我们这次有一个采访是在大理完成的 然后大理呢 曾经是很多文艺青年的乌托邦吧 我觉得是非常向往那的生活 那我们其实这次就想做一个 社会型的掉眼泪的采访 从外来的外来去大理生活的年轻人 开民宿的也好 或者是都去那儿定居的也好 去问问他们 他们到大理的五年到八年这段时间 大理有没有什么改变 那从经济状况 跟整个大理的人文环境 跟朋友之间的交往上 他们得到了什么 是不是跟他们曾经想象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我们呢 我就让我的同事去联系了 在大理开Airbnb的人 因为他们接触的可能是最直接的例子 然后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 我们是杂志要去采访 就想定一个房间 然后抽一个时间 希望他们留出两到三个小时 来跟我们聊一聊 但是很幸运 或者是我们订了两个Airbnb 然后两个主人都跟我们说 你们来吧 来住就行了 不用预约 然后不用付费 然后你们想聊多长时间 就聊多长时间 我们说你们做生意的不能这样 就是钱多钱少都应该收钱 不能说就不收了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开Airbnb的初衷就是这样的 就是去交往不同类型的朋友 其实在大理的淡季来说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在大理的淡季来说 一个一间普通的Airbnb的房间的价格 大概在人民币200左右 然后如果是在春节或者是黄金周最贵的时候 也就卖到一千二左右 实际上你算下来整个一个房子的维护成本 到一年来他们的那个净利润其实是没有多少的 然后再加上这些人他们就很好客 然后很多人就不收钱了 就来住了 所以就我觉得他们很淳朴很善良 然后当时就问他们说 你们是真的不缺钱吗 然后当时那个主人就跟我们讲了他的故事 他其实是在当时在山东做金融跟投行的 然后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起起落落的事情 然后突然间意识到 所谓的财富啊 或者是身份啊 可能在经济最脆弱的时候 是特别不值得一提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打工的中产阶级 稍微有一点动荡 最受伤的其实就是这一拨人 对 所以呢 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当时把山东的房子卖了 然后来到大理接管一个民宿 然后是也是以租赁的方式 跟他们的主人租了15年吧 就这样维护下来 所以在这儿呢 基本上花销很少 能够维护这个房子 然后他自己的每天的温饱问题解决了 他觉得很开心 那因为现在互联网就是很发达 所以他曾经专业的事情做一些投资呀 做一些别的事情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 所以生活的很好 我觉得很像狗熊的状态 就是肉身在八线城市 头脑在一线城市 对 他这个生活我也很羡慕 但那个很多人第一反应听到会觉得 这个能持续持续持续长久吗 会不会是一个玩玩票的一个行为 可能半年一年也就也就结束了 但但这个就是这个时代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有有互联网存在 或者说这个人和人之间交流的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媒介 也可以解决掉 朱朱你觉得 你对他们这种生活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你是向往羡慕还是佩服还是哪方面的情感是怎样 我讲第二个故事 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另外采访了一对从北京去丽江的夫妇 然后这对夫妇之前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套工作 两个人都是非常稳定跟很好的工作 然后他们在三十岁的时候 把北京的两套房子卖掉 然后去了丽江 也就是说注意他卖掉了两套房子 也就是说他在北京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人 对 然后他才敢去到丽江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敢去的 所以这个夫妇当时给我们分享一个经验 说我们给所有的年轻人说 在你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千万不要来丽江 因为第一你耐不住寂寞 第二你一定要有了离开的资本才能来这里 因为说白了 在物质条件上 这对夫妇他们要是想回北京的话 他们随时回得去 因为他们在北京还留了一套房子 这个基础已经很足了 对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回避 逃离或者离开之前的这样的物质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说 你在该奋斗的年纪就不要去岁月静好享受生活 对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络上也特别火 就是你应该在 就是别在约炮的时候去谈什么精神 谈爱情是吧 就是那个你应该在一个年纪做一个年纪的事情 在20多岁跟该奋斗的时候呢 应该去努力 然后呢 这个不要把自己的什么人生愿望交给那些转发的帖子 然后交给健身教练 最后呢抱怨说你还是过不好这一辈子 其实 其实我的感觉也是同样的 但那具体到现实的问题就是 如果人真的是在在北上广内肯定得奋斗啊 就是那个整体主权率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在一些二三线城市 或者像昆明这种啊 我经常开玩笑说昆明八线城市 这种又怎么来怎么来解决 或者说这个生活在这里的这些青年 又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你们在做这期装返的时候 有考虑这个问题吗 有考虑 就是我们的著名的艺术家叶永青老师 也回答了你的问题 因为 其实他们求学是在80年代 然后80年代其实能学艺术的学生 是家庭条件相对来说 要好一点的 可以一点 对还可以的 所以呢 他们其实很爱昆明了 但是也是每个学期啊 攒够了路费 然后省下了生活费 然后他就和张小刚 毛续辉 武俊等等当时的艺术家 一起所谓的 拜业名胜古迹 交汇江湖豪杰吧 然后他说你一定要去交朋友 其实啊 他的所谓的见识 跟认识世界的格局 是在行走中完成的 我觉得这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上一代人 跟我们这一代人 对 都是一样的 所以啊 一定要出去看看 你别说你是一个井底之蛙的时候 你就说 世界不美好 我不想去 我安于现状 你一定要看过所有的生活方式之后 你才有资格说 我选择这样的生活 嗯 是 对 其实哪一个时代都是一样 你都得在合适的年纪 或者说把自己的眼光和见识 知道生活有那么多种选择 并不是只有这一种 这一种方式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出去玩 会发现有的地方连吃饭 他都不一定一天一日三餐 他可能一日午餐 或者一天一顿饭 但那个就是人最基本的一些规律 都可能和你不一样 更不要说那些文化习俗和一些日常的一些东西 嗯 是 所以我自己在大理的时候 本来我们计划是采访安排三天 后来我第一天的时候就跟我的同事说 我们赶紧安排工作 就抓紧时间全部做完 我受不了了 我要赶紧回去 我说这儿太悠闲了 节奏太慢 我说 对 我还是一个适应贪恋都市 然后喜欢快节奏的人 我说我真的耐不住寂寞 我们赶紧走 我的同事也是一样的感觉 对 作为一个云南人 已经接受不了云南的生活节奏了 这个还是太慢了 对 所以我也想问问狗熊 就是你这个肉身在八线城市 头脑在一线城市的异类啊 在昆明生活你孤独吗 那比如说你平时跟身边的好朋友啊 同学比 会羡慕 偶尔羡慕他们的平静和安逸吗 那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有一句话有点文艺 但其实还挺挺对的 就是说 每个人其实都孤独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 只是说 你缓解这种孤独感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呢 可能是通过 就是朋友之间聚到一起 有陪伴 打打麻将 或者是什么 然后这个 有的人呢 是通过自己出去 就是去到外界和别人交流 然后我自己的习惯呢 是觉得在这个有网络的时代 就是每个人虽然都是孤岛的 但是我们是有桥可以连接的 就是像这个实施的交流 阅读和思考 你这些东西其实是相通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人在 你在北京 然后我在昆明 我们在录这期节目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在 就是通过通过这种媒介吧 通过网络的这个这个 实施的这种通讯的方式呢 咱们的想法和观点 在这个时间段是打通的 就是是一个像桥一样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很多种 这种打通的途径 或者说自己已经习惯了 这种打通的方式呢 那其实人在哪里 这个肉身在哪里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但是它是一种 就是在这个地方 必然会有一些具体的限制 和就是一些实际的情况 会有一些影响 但其实你真正的这个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 心理的一个状态 你心理的状态 我觉得我就比较 就是比较free一点 在哪都行 就不一定非得说 我一定要关注 昆明本地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什么 那可能我会 朋友圈里面看到 就是外地的朋友 国外的朋友 他们的一些经历 他们的一些生活 那其实我可能 有一些东西感受 会更多一些 还有呢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 那个和身边的朋友 相聚的时候 会不会羡慕 我倒觉得 不会特别的去羡慕 因为我觉得 第一呢 在精神状态上 自己好像要 比较年轻态一些 就是 并不处于那种 特别的 就是 就是近在一处 然后他并没有动起来 我觉得 我在这个精神状态上 还是充满好奇心的 那这种 这种状态呢 其实是 就是很难得 因为我们人一辈子 我觉得一个年纪 或者说到了一个阶段 他自然会进入到一个状态 那个是一个大趋势 那既然现在还处在一个 就是精神和身体 比较 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目前状态 整个人生阶段 最好的时候 那就不应该去停留下来 然后应该去 去work harder 就是去创造更多的东西 等到该闲下来的时候呢 你也有更多 值得回味的一些内容 可以去拒绝 所以我倒没有特别去 羡慕身边的朋友 但是我不会去干扰他们 就是不会去 不会去判 评判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那个 你不应该一天闲着 你应该干嘛干嘛 我一般也不会做这种 就是这个 去干扰别人生活的人 是这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非常近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爱人 恰好待在一个 comfortable zone 你不会去试图提醒 或者改变他们 特别亲近的 我可能会提一下 就是会提示一下 因为我觉得人他 有的时候自己是没有 没有这个意识的 然后有人提醒的话 特别好 但我不会要求谁去改变 或者说这个 让他去 应该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判断的标准 首先是没有绝对的 还有就是 任何人都不应该 要求别人去改变的 哪怕是父母 哪怕是爱人 你可以提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但决策权留给当事人自己 这个是我 就是自己的一个原则 阅读是件美好的事 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投资 但我们现在阅读好书的时间 被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 变得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的阅读量需要提高呢 你想从今天开始多读些好书吗 来加入大狗熊的狗熊阅读计划吧 从2016年1月开始 大狗熊将为你每月阅读两本好书 并将书里的精华与你分享 通过专享的音频视频和文档 在你耳朵和眼睛有空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与好书相伴 加入狗熊阅读计划 大狗熊陪你每年与24本好书相遇 详情请登陆网站readwithbell.com 或者是关注狗熊有话说播客的微信公众号 狗熊阅读 月亮的月 读书的读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iss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超ț are not a me impos id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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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把这本杂志 他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哪天我们还得再聊一期跟书有关的话题 在以后就可以再安排一下 对 你刚刚说这个很好 就是杂志和网络呢 那虽然它形式不一样 但是这个对好内容都是有有要求 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一个共同点 那这个是 让准处是让准备归凯撒 让准备归凯撒上帝吧 就是在那个形式下用那个形式的标准去要求他 在杂志这个层面下呢 做好自己的一些 就是自己的一些要求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刚刚就我自己在看你朋友圈的时候 也经常发现就是到处到处跑 当然很羡慕啊 就是这两天又在可能在伦敦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过几天又在又在这个纽约参加一个展 这个工作强度应该很高吧 就是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你们这个真正高节奏 就是高频率的快节奏这个生活方式 然后你是怎么来面对它 调节它的呢 其实还可以 我自己觉得没有一份工作是 那个轻松离家境赚钱多的 没有 就像是我们就是楼道里的保洁阿姨也很辛苦 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开始工作 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那她的工作强度就不比我大吗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 只是说有的是 我应该怎么描述呢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工作 这是在做自己喜欢跟有价值的事情吧 当你抱着这个心态的时候 你就不会叫苦叫累 毕竟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每一份责任都是需要付出心情跟努力的 那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的话 你就应该去按照它的行业标准 去输出价值 对 是这样的 当然我自己有一些小窍门了 比如说 你非常忙的时候 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吧 我就是把朋友圈的这个功能关闭了 屏蔽外界的干扰 对 那个关闭了以后 我把握一下 关闭以后对你的这个整体状态 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吗 或者你心理有没有一开始什么不适应之类的 因为很多人也自己天天叫嚣啊 说这个我要把微信删了 把朋友圈关了 但好像还真没有多少人我观察的能够做到 你是怎么怎么在去做这个事的 其实你真的比你想象的强大很多 就是你要关的话也可以关 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当你不接收别人的信息的时候 你只有你自己 你可以专注的做很多很多事情 就看你觉得刷朋友圈这件事有价值 还是你读书或者是健身 或者是工作能有价值了 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你一定会选择一个 你认为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比较少发朋友圈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的这个存在感啊 需求度呀 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关闭之后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好 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学一下这个窍门 如果工作压力或者说特别节奏特别快的时候 考虑一下把朋友圈关掉 把微信删掉 对 那我也想问问狗熊 作为一个深度网络拥护者 就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遇到很多40岁45岁的人 都保持着一个非常低龄化的状态 每天下班回家看直播刷淘宝 然后自己真的是把自己当一个大儿童 我觉得这其实是因为网络上很多泛滥的情绪宣泄类的文章呀 或者是很多很多东西害的吧 那你自己是深度网络依恋着 但是又可以很好的屏蔽跟过滤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话题特别好 我的观点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认为这个 就现在首先这个是个现象 就现在全民都有一种 就是或者说主体的一个趋势是大家都低龄化 网络上的这个也很多内容会 就他不需要经过思考和负责 就是可以说有点反智 然后呢 这个传播的内容也是以这个娱乐 或者说活在这个当下为主 但我不觉得它是本质是因为这个情绪宣泄的文章害的 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它的本质是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时代的一个就是遗留问题 因为我们的父母其实可能也有一点这种情绪在里面 只是说他们的年纪更大一些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个中国人 然后到后面出生的中国人成年人呢 他都是巨婴 就是他心理上还是婴儿 因为婴儿的婴儿的特点呢 是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呢不需要别人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自己爽了就可以 那这个后面婴儿成长了以后 他会慢慢的接纳 我和别人是分开的 再之后呢 他会接纳 这个社会上还有其他人 就是有一定的道德规范 那很多人成长的过程 可能到了这个婴儿 甚至到少儿的这个阶段 心理上就停止了 那比如说有个很有很有趣的例子说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要求子女要听话 其实听话这个词就是婴儿的一个要求 就是不是说要讲道理 而是要听话 听话就是你要服从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主体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时代 那是因为以前的教育还有等等 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自己可能也有 我自己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大婴儿 婴儿的这个巨婴的这个状态 只是说努力想 就是稍微改变一些 跳出来一点 不要不要自己没有意识到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时代特点 那个网络上的这些情绪鲜泻呀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纯娱乐 像直播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台呢 其实他们是发现了有大部分的人有这个毛病 因为有毛病他就有需求 因为有需求呢 这些人就是这个相应的内容就会就会产生出来 然后呢又会激化大家的这种情绪 你想现在比如说电影啊或者什么的 其实真正卖座的好卖座的电影不一定是好电影 而相反的可能是一些就像童话一样 或者说特别简单 比如说去年的 今年的美人鱼票房那么高 那其实你从这个艺术各方面去讲 他完全不及之前的一些这个周星赤的作品 他就是一个童话 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儿童话的 就中国吧 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趋势 然后作为这个网络 我的确算是重度网络依赖者 那怎么去屏蔽和过滤呢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 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保持开放 就是什么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很难去从根本上屏蔽的 因为躲不是一个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和社会屏蔽 所以就不可能和这些就是垃圾信息屏蔽 我觉得最好的屏蔽方法是让他们对你不形成干扰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水中像一块石头一样站着 你有自己的一个很很清晰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力 你脚就可以站得很稳 这些水流从旁边过 那其实对你的影响就是不会不会不会体现出来 甚至是可有可无 因为直接你躲开这个水流的几率呢 除非就是离开这个和人交流的这个这个大的这个环境 你我觉得我做不到和完全无法和人交流 不可能做隐居的人 那一定会会有垃圾信息的 因为这一点其实像那个我可能想到什么 我就延展一下啊 就是因为这一点呢 像那个有一本书黑天鹅 他的作者那个塔利布 他就说过啊 说他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觉得自己受益终身 就是他不读这个报纸 任何报纸 然后甚至有一些 就是初刊频率很快的杂志 他也不去读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说法 我觉得非常不理解 觉得这个人太矫情了 就是说那个 这个没有那么那么绝对吧 但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像网络的这个文章什么的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报纸 就是他的这个更新频率 他的这个关注的点 一般都是以天为单位 就是第二天就就不重要了 所以我的习惯就可有可无 这些消息在我身边经过 但是呢 自己第一不会去刻意的去 去删除他 或者说去刻意的去屏蔽他 但至少呢 是让他不影响我的这个 就是在关注的东西 就让他像水流 从旁边流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 那我再会接着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对时尚圈的偏见 就是在可能很多科技男 或者是金融男看来 时尚杂志输出的趣味 都是肤浅的吗 你们觉得 这个这个话题是这样 我觉得任何圈对对另外一个圈 可能都会有偏见啊 就像很多人 真的吗 很多人对科技圈就有偏见啊 科技都是宅男 戴着个带着个框架眼镜 然后穿着格子衣格子衬衫 中关村出没 然后不不不讲话不交流 很多人可能对搞科技的人 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感受 不不不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科技了 也有很多科技圈 呃文笔非常好的人 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 有一个Y Combinator的创始人 Paul Graham 他就是一个 对 对文笔也很好 对吧 嗯 KK也是呀 对对 他们都是 很多 因为很多人对对一个圈的了解 有偏见 一定是因为了解的不多 还有就是带着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去判断 我觉得时尚圈呢 因为我们首先我觉得特别神秘吧 就是离自己太远 然后还有就是他呃 因为这个有有神秘感 所以会有自己的一些想象 但但刚刚那个问题啊 说时尚圈 时尚 时尚杂志输出的去 输出的内容 或者是他的趣味是不是肤浅的 我我我倒觉得 呃任何输出和任何趣味 他只要是真诚的 他就不肤浅 只要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美好的 是值得给别人推荐的 然后你就输出出来的话 那这个初心只要是一个呃 就是本着一个好东西 我向别人介绍 那就一定不会肤浅 只是说可能他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东西稍微呃复杂一点 或者说这个稍微专业一点 适合推荐给已经比较时尚的人 啊 再让他们再再好一些 有的东西呢 可能适合推荐给还不了解时尚的人 让他呃先进入到这个门槛 所以都没有没有肤浅的这种 嗯 这种状态 只要初心是好 这个是我个人的个人的观点 其实哎 其实刚刚呃 那个在呃 在我们录节目之前 有有那个很多听友互动啊 有有人还提提问了 说哎 那个呃 男医生如何提高时尚度 其实就有很多人关注这个 怎么去呃 就是去去呃 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时尚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 也需要就是呃 有这个像像我这种啊 不了解时尚的人 需要有一些呃 比较浅进的 或者说比较基本的一些一些概念 能让我们呃 就是做的更 在这方面做的再好一些 嗯 呃 我觉得男生啊 就是呃 就不要谈时尚这个词了 我觉得男生最重要的是干净跟体验 啊 就在 对 我觉得这在任何一个城市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要求 嗯 就是本身说实话 嗯 在时尚界啊 嗯 男生的这个时装的变化 趋势呀 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 那最近几年的变化就是中性 这是最最合金的一个关键词 在男装跟女装方面 嗯 嗯 嗯 其实大家都懂 所谓的中性化的衣服 不是给你们穿的 对 不是给直男穿的 对 对 所以呢呃 真正 在 high fashion领域服务直男的 品牌 我觉得是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嗯 那 也很稳定啊 它基本不会有太多变化 嗯 是 呃 所以很多英国的绅士 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大概六套到八套的西服 就穿一辈子 嗯 那可能这六套衣服都是在他们的呃 定制的街上 也专门有一条呃做定制的西服街里面定制的 嗯 所以他们的品质是很好的 第二是这几套西服是可以适合各个场合跟不同的环境的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体验 嗯 就是千万不要穿错衣服 嗯 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 我觉得 时尚呢 这个词还是留给女生好了 男生千万不要dress over 是 对 对 想想也很恐怖啊 这个一个直男 啊 然后不小心穿了一套完全不合适的服装 进到了一个啊 本来已经有这个dress code的这个场合 然后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出现啊 这种桥段 嗯 对 所以我我常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呃 去参加一个cook tear party 它其实就是一个呃 可以穿的比较casual的酒会 嗯 但是呢 很多男士就直接穿了呃 fine dining的那种宴尾服来 嗯 这个就让呃 大家觉得很尴尬 或者是呃 觉得你太在乎这个场合了 就没有必要这样 嗯 对 太像你dress over的时候 就显得你非常的格格不误 嗯 干净体面 我觉得就 对 这两个词其实特别体面这个词 还是呃 很有讲究的啊 以后我们呃 可能得得深入的再去了解一下啊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 比如说我科技圈这个这个领域呃呃 就就要求特别简单 呃 就是一般任何场合呃 可能是风气被乔布斯带到了那种那种状态 格子真安加牛仔裤对吧 哦 对对 就就基本就OK了啊 嗯 但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这个场合和要求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吧 就是让自己知道生活也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生活 呃 我自己就应该去学习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 嗯 这样不同的dress code什么的 嗯 嗯 对因为有很多关于呃 比如说餐厅呀 场合的礼仪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了解一些 嗯 呃 比如说 最最呃 最简单的你跟外国人呃 贴面礼的时候 你到底是应该清党下还是应该清三下呢 呃 完全不知道 其实 等我们说一下 等我们说一下 好 这个问题挺挺核心的啊 呃 还有就是你在用餐的时候 呃 你的面前摆了四副餐具 你应该从哪一副开始用起 哇 我现在接不上话了 就是呃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慢慢的聊 解 然后也是做杂志应该去输出给大家的一些知识吧 嗯 呃 我其实也觉得十年前的时尚杂志就是在知道欲望 嗯 叫你怎么买包买鞋打扮漂亮 嗯 但今天可能呃 我们要输出的东西已经不再是这些了 真正能够给大家一些谈资跟知识 可能是时尚杂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价值吧 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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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能够一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介绍 让他知道这种生活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尊重别人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些很多人会觉得 特别像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20岁的时候会觉得 这些都是一些虚头巴脑的繁文入节 但现在真的体会到了 它其实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尊重 它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方式是有原因的 因为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邮件 特别的刚好和咱们聊的 现在在聊这个话题还有点贴近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听友 他之前给我写过信 然后这次回信的说 说到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中国人他居住的那个城市 应该是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哪个城市 然后就说当地人不喜欢中国留学生 说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语言不好吗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那个在餐厅和别人交流没有礼貌 按照就是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一个匈牙利人 他的观点觉得没有礼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看服务员的眼睛 不说就是不是那种随时说谢谢 然后呢 还有他们不会给小费 就是这些细节 其实就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礼貌的体现 至于说很多人是关心说 你的这个发音不标准 你的这个英文说的不太好 应该再提高一点 那他说我作为一个匈牙利人在那边 其实也英语也带东欧的口音 也没关系 这一点不是重点 重点呢 是需要去了解别人 怎么去和和人相处的这些 也算是有一些code 那你需要去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 那其实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你对世界的了解才会上升到一个更高 比现在更高一点的境界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就是这个例子还挺好的 是 我自己非常同意 就是你得先让别人喜欢你 再让别人跟你交流 很多东西上升不到语言的问题 其实就是礼貌的问题 对 对 哎呀 咱们不知不觉就聊了很长时间啊 这个一个多小时了 然后后面咱们要不这样 我们互相再留两个问题问一下对方 因为今天本来是 就是我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形式 就变成一个你你你也有问题 就是我也有问题 对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对交互的一个状态啊 你咱们互相互相各留两个吧 就是这个 然后剩下的 其实以后咱们还可以再连线 对吧 好 你先来吧 lady first 好 我特别想问狗熊 因为我 大家都知道你马上要搬去澳洲生活了吗 新西兰 对新西兰 sorry 然后 我觉得你肯定会把就是 后代呀孩子的教育问题 规划到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想问问你 你是否会 希望孩子在海外受教育 会不会把他就是按照精英教育的那一套方式去培养呢 我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啊 因为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到一个生活阶段都必须去考虑 我其实现在发自内心的是希望他过得开心一些 然后呢 就家人自己也开心一些 就就就比较 比较这种自由开放的一个状态 就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很多 同龄人 就是在抚养小孩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过程都是一种 他的诉说也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受略 然后呢 这个好像从孩子一出生 自己父母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那这个要去比如说要去医院从早就排队 就是然后呢 要去这个学校里面去抢名额等等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 其实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不会太开心 因为相当于父母就潜意识认为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然后呢 这个可能就会在其他方面影响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能够尽量让 这个后代和家人都在一起 然后呢 就这种陪伴着成长 这种状态要更好一些 至于他之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那个是下一代人的事情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的父母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具体职业 以前他们都没有 这个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没有这个职业 现在有了 那比如说现在很多父母都无法接受说 居然有人在网络上写写文章就可以养活自己 或者有人直播一个视频 也可以收费 就是那又到我们下一代的这个 就是子女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选择 所以这一块我倒不是太在意 他一定要精英或者怎么样 但我觉得就是 尽量能够和家人在一起 然后呢 多陪伴 这一点呢 其实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基础 其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呢 还有一点啊 就是从科技角度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包括我们下一代 可能会面临教育的一个真正的革命 就是以后这个所谓精英教育 这个定义还会不会是这样 我现在也觉得他会有一些更多的解决方案会突破了 因为现在这个教育其实已经好几百年了 没有变 他的这个基本模式是是是是这个以前德国人发明的嘛 然后到到到后面 就是也是通过一种逐步的筛选 最后呢 留下一些这个符合那那套方式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 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但我还不知道 就是会不会是那么那么 就是彻底的会改变我们 但我们到下一代的时候 也许会面对 所以如果能够多和家人在一起的话 其实具体的方式都可以选择 我是这样看 所以去国外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也有一些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的 就希望他生活在一个更自由 更开放 然后更状态更开心的 这个这样一个环境 更不受外界干扰的 我不希望把它培养成一个盆栽 而是让它自己去长 它是一棵树也好 是一层灌木也好 是什么样就自己去生长就好了 看得出来狗熊还是一个非常看重 建立健康跟和谐的relationship的人 对可能是吧 然后我再问一个 好你先问我 你先问 好那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这个 一个问题啊 就是听起来有点像开玩笑 但如何假装自己很有艺术品位 其实真实的问题是 就是我们作为不在这个相关领域 艺术相关领域工作的人 应该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艺术和生活品位呢 作为作为你从业者的话 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就是我也不说去多看书 多逛美术馆 多看展览了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那在科技播客里面 我推荐三个APP吧 就是非常实用的 关于艺术领域的APP 可能你随时抽出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来刷一刷 你大概也知道全球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第一个叫RC 然后RC这个APP 对 ARTSY ARTSY 好 对 这个APP呢 其实是邓文迪跟全球最厉害的一个画廊 高谷轩画廊的创始人 Larry Gaguchin一起做的这样一个APP 它其实就是分享全球的画廊美术馆的展览的信息 那你看中一幅画之后呢 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里边有一个模拟的一个场景吧 它可以把这个画作为 通过摄像头安置在你们家的墙上 你可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效果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联络画廊去买这幅画 看起来很像是打广告 其实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当你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 你想知道那个城市有什么好展览的时候 可以打开这个APP 嗯 好的 对 然后第二个APP叫艺术云图 艺术云图是中文是吧 对中文 对它其实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有唱业作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做艺术云图的初衷就是说 有很多中国在中国长大 没有受到很好的艺术教育的人 但是他们非常的热爱艺术 怎么办呢 也不想去看 取高刻寡的艺术评论啊 可能他们只想听一个艺术的故事 所以呢 这个里面有很多 短小精悍的 通过艺术讲故事的一些内容 嗯 艺术云图 听起来很适合我 这个得去看一看 好 第三个呢 第三个 其实是跟艺术市场有关系的 跟艺术品的价格有关系的 叫Magnus M-A-G M-U-S Magnus 对 然后这个APP很有意思 就是 如果你在伦敦或者纽约 或者是巴塞尔 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城市 你看到一幅画呢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APP 扫一下这幅画的话 然后呢 这幅画的价格 跟所有的拍卖记录 就会提供给你 它有点像一个 AR 就是 现实交互 其实很方便啊 这个工具 对 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逛艺术品 或者是在逛艺术博览会的时候 其实是不能主动 去问艺术品的价格的 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 嗯 对 所以呢 就有了这个APP 就可以去悄悄的了解 在购买之前 悄悄的了解它的记录 嗯 说到这儿的话 大家都可以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三个APP 这个ARC ARTCY 然后呢 这个艺术云图 第三个呢 Magnus 后面我也会把这三个应用呢 放在这期节目的这个说明里面 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另外我给大家one more thing 推荐一本书啊 因为狗熊在 在这个呃 就是在做阅读嘛 所以的话这个 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艺术的入门书 其实我现在也在看 就是英国的这个 这个龚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啊 艺术的故事 那本书特别厚 看似有点大步头 但其实内容非常的容易读 因为它是用这个大家习惯的 就是很亲切的语言 没有那些高大上的词 然后去讲这个艺术上面的 艺术史和艺术家的呃 故事 那这本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呃 但特别大步头 就是不要被他的体积吓到 嗯 是 这部书 呃 这本书的开头第一句话 特别打动我 他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艺术 只有伟大的艺术家 嗯 对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呃 我们需要去接受的观点 和这个 需要去了解的一个领域 对 嗯 对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然后我再问 我想 嗯 对 就是 我想问狗熊 手机上使用最多的 APP除了微信 还有什么 啊 我手机上使用最多的 呃 那我推荐一点 我呃 其实有好几个啊 我推荐 也推荐三个 呃 第一个呢 我叫 呃 Drafts D-R-A 呃 F-T-S Drafts 它是一个文字输入的一个工具 因为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环境会 就是会随手想起什么写点东西 比如说会 呃 写一篇微博 写一个朋友圈 或者呢 是这个啊 记录一个电话号码 或者是什么 有一些小的 呃 就是笔记需要去记录 因为我自己呢 是都在这个叫Drafts 这个工具里面去输入 啊 相当于它是我唯一的一个收件框 啊 就是inbox 然后呢 我在里面输入的内容呢 在分别 呃 就是导到其他地方 啊 一方面呢 在这儿 它有一个存放和存电 还有呢 就是它有很多 就是可以去用户定制的一些功能 啊 像一些可以自己去写一些动作来实现 比如一键分享到哪里哪里 还有呢 就是呃 它的这个对于呃 呃 就是这种比较琐碎的文字管理呢 比较方便 但这个应用非常的geek 就是非常的 它界面非常丑 就是感觉就像那种一个代码编辑器的风格 呃 如果有这种呃 就是经常写文字的需求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呃 叫Drafts 另外呃 再推荐一个可能就更更geek一点 啊 叫呃 也但是 但虽然它是这样 我用的还特别频繁 叫呃 Omni Focus O-M-N-I-F-O-U-F-C-U-S 啊 这个Omni Focus 这个是一个呃 是一个呃 个人日程管理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一个GTD的一个一个工具 那我用它来管理自己生活中的呃 比如所有的代办事项 想做的事情 还还没有做的事情 相当于它是我的一个呃 一个个人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助理啊 一个数字助理 但这个软件卖的特别贵 就是我建议大家呃 先去呃 就是如果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像GTD这种呃 个人时间管理的方式的话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再去考虑买这个软件 因为它也有很多替代品 因为它卖到两百多块钱一个啊 那在iOS软件里面算算卖的很高 很贵的了 很贵的 对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说起来特别的有呃 就是每个人都有啊 但我就不推荐高冷的了 我用的最多的是相机 就是相机和摄像机这个这个工具啊 你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机啊 这个iPhone安卓都会有呃 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呃 这个时代的这个呃 就条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是我们可以随手用自己的这个最便携的一个设备去记录生活 所以呢 也建议大家就是平时可以多用相机和摄像机的这个功能去拍摄和拍呃 就是录制一些你生活中的有趣的场景和一些好玩的事 好玩的人 你以后不一定你非得剪辑什么的 但至少给他留一个存档 在几年后十几年后 你再再来回顾的话会会可能会就是当时已经模糊的记忆会重新被唤起啊 你这个这个呃 这个工具就就不用再教什么怎么去用了 每个人都有啊 相机啊 呃 这三个吧 也推荐这三个啊 好的 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哈 就问问一个嗯 嗯嗯 我想一下啊 嗯 问一个稍微文艺一点的问题 就是如果如果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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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听到 好的 我问一个稍微文艺一点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十年前的你听到这期节目能够听到的话 你想对他说一说一句什么话呢 说点什么呢 啊 哇 真的是一个很文艺的问题 嗯 我觉得是我曾经幻想的未来就是实实在在的今天吧 嗯 曾经幻想的未来就是就是实实在的今天 嗯 对 因为 我呢是一个目标导向型的人 嗯 我其实想做什么 我就 呃 呃 会马上去做 并且 我觉得当你有很强的呃 这种欲望或者动力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那我可能呃 呃 今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七年吧 嗯 呃 呃 我我上大学甚至我更小的时候 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呃 呃 我想要做杂志 嗯 然后 同时呢 我也知道我可能除了做杂志也做不了别的什么事 嗯 那我就一门心思的就往这个上面这个方向上努力吧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 也挺勤奋的 说实话 嗯 嗯 所以 嗯 可以 我觉得 我现在做的是现在过的生活现在选择的朋友好像都是我自己期望跟跟想象中的 嗯 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生活跟想象没有太大的偏差 我觉得人生需要故事但是不需要事故 我是不会给自己太大落差或者是太让自己冒很多险的人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跟我自己的预期是一样的 嗯 这个特别棒啊 就是这种生活状态特别棒啊 呃 呃 原先想的都能够在现在实现 呃 好的 今天我们聊的也特别开心 你这个 对 也特别感谢啊 猪猪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啊 来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艺术 关于这个生活方式 包括之前的云南的这个专题策划的背后的故事 然后呢 我觉得呃 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 不管是自己跟这个行业有没有关系 或者呢会之前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但一定要知道或者说应该去意识到就是艺术呀 还有像一些时尚呀 或者是一些你不熟悉的领域呢 他也是一种存在的生活 然后他也是一种嗯 经过发展了那么多年 经过那么多有思想的人 然后有创意的人 他凝聚下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不了解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 所以需要去更多的去呃 去去接触他 艺术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时尚这些都是科技这些 其实互相之间呃应该嗯 这个时代是一个跨界的时代 你应该多去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自己才能变成一个进化的更好的人吧 好的 那这个呃 朱朱最后说一下怎么呃 你有没有公开的联系方式呢 比如说像微博什么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怎么找到你 嗯 啊对 我有微博 然后我的微博就叫呃 朱甜甜 我跟狗熊应该是呃 朋友 所以你发布的时候可以爱扫我 大家也可以就是嗯 很直接的在微博上找到我 或者是呃 大家有什么关于艺术啊 时尚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跟交流 然后今天对也谢谢狗熊的时间 然后谢谢各位呃 听众朋友们的时间 嗯 好的谢谢 以后我们争取再再来再请到朱朱来到狗熊有话说里面 咱们再来聊一聊深入的一些跟艺术 或者说其他你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话题 嗯 谢谢大家 对 有机会再见 对 谢谢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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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